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是谁抓谁 六爷他真的能把速身和他的党域给降住吗 姐姐你放心 六爷肯定是步下了天罗对吧 等时机一到便四方启动 抓住他 妹妹 你为何如此坚定 因为 他是公亲王 不要再提宰员这种人 要不是出于功名利禄 荣华富贵的一己私利 他会对我死心塌地啊 人不畏己天诛地命 这次王杀家 图谋造反之事 他们都有一份 而且你曹玉英也是 一丘之和 苏顺 你过得拆强吐死狗胖 你一点情意都不假的 你呀 啊 苏顺都已经供认 你还有什么好变迹呢 说 大人 我冤枉啊 大人 我冤枉啊 大人 团罪臣 在园 完了 这下全完了 连速顺都认罪了 让我们该怎么办 怎么办 在园 你眼前有两条路 你只要低头认罪 我可以在六王爷面前保剑 连你一死 而且 世代王位仍可世袭 这 第二条路吧 就是死路一条 选择哪条路 你四几条 不用我多说了吧 无情 无情 无义 在园呢 你也是朝中重臣 论阅理 论识人心 你比我冷到 可是 自古蓬打 只有共患难 没有共富贵 财人呐 再说 你们之间的关系 到什么程度 不用我多说了吧 啊 你是来 游说我呢 来 本官是实话实说 世俗之人都知 实时物证为俊杰 我认了 哈哈哈 见过王爷 义 诸位都来了 王爷 听狱中顾命大臣提起 速顺在密云境内密谋顽抗 湖光总督官文率兵前来增援 消息属实 前方探马来报 湖光总督所率之部 一向密云使尽 离速顺的营地还有多远 回王爷 速顺的营地还没有决定 待湖光总督到达之前 我就可以彻查出来 湖光总督乃是速顺一手提拔 此次率众前来 必是誓死的增援速顺 不可小觑 王爷 被职愿率兵速捷 不可打扫惊蛇 轻举妄动 但是要防备万一 朝廷可调动的御林军 有多少 约一千人 湖光总督带来的人马 有多少 有三千多人 看来这老子要拼命了 快续十三刻 估计官文最迟 炒十一刻即到 七爷在哪儿 还在府中 可能由于近日赴贤在家 而心勇不悦 传本王陵 命七王 速率与邻居一千人 前往密云刑馆 捉拿朝廷叛贼宿顺 七爷 王爷 这么大的事情 让七爷去办 恐怕事不宜迟 这 岳父 你把这个 听 你听 明白了 关文在未见到苏顺前 绝不会与朝廷兵刃相见 这么将其走劫 知己不能在我们带住宋顺之前 见到宋顺 事情就好办了 但关文来势汹汹 宝君见过七王爷 七父亲 宝君大人 您这是吹的什么风啊 六爷 让我把这封密函交给您 您看完之后 您就明白了 我六哥还真能干 刚刚一两天的功夫 把这么多大事 全都办错了 宝君大人 带本王回复六哥 就说 本王使命必打 我六哥还真能干 禀大人 整个屋子都已经找过 没有发现任何奏折 禀大人 你盘查所有人员 据一无所知 贵大人 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啊 学琴哪 学琴 爱学勤劳之人哪 哪里哪里 只是整理一下奏章文本 方便翻阅而已 好好 贵梁大人 找下官有事吗 遵照六王爷的意思 请你暂离军机处 随七王爷速到秘云 协助抓捕速顺 可是军机处 还有很多的事情 伤在处理啊 六王爷说了 这是急误 恐是有变 抓捕速顺 十万火急啊 好 你和七王爷 一道前去 学琴 不必猜测 事后 你还回军机处 请贵梁大人 即可复命六爷 学琴回家 收拾一下就去 不用了 快马就在门外耗着呢 快马就在门外耗着呢 facile lol 绝对 果然不出六爷之所料 王爷 薛琴来报到了 薛琴 你怎么到这来了 是六爷命属下前来听命的 被指愿与王爷一同前往 原来如此 出发 妹妹 这次事变六爷会成功吗 姐姐您过于担忧了 可是我忍不住要想 你说要是事变不成 六爷也要受牵连 搞不好 搞不好还会冲军 甚至会有性命之忧啊 姐姐 担心是多余的 这事情一定会按照计划去进行的 对了 我听说 克尔庆亲王 孙哥林庆 也担心也唱过进来了 妹妹 你觉得森哥林庆 是站在六爷这边呢 还是苏顺那边呢 姐姐 吉人天相 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站住 建国王爷 王爷 如您所料 现在事情都已办妥 王爷 湖广总督率部已接近密云新冠 即刻会议速射会合 真没想到啊 森哥林庆的援兵将至 情况紧急 请王爷定夺 你们都不要慌 森哥林庆的人马 先不要去管他 速速传令 命气轻装俭刑 务必在湖光总督的人马到达之前 捉拿速顺 我不希望这是一场流血的争定 告车 密探来报 齐王爷率领众多御林军 向命运进发 齐王爷 鬼子六也太小瞧我速顺了吧 报 丙仲堂 湖光总督关闻所率人马 离行馆不到十里 数个时辰之内即可到达 报 前方发现宝军人马 驻扎于通向命运行馆的必经之路 人数众多 不离他们纠缠 绕他而行 不处王爷损量 密云行馆附近 零身熟密 只要密布火把虚张声势 恶其要道 并要阻止关闻前行 丙仲堂 三个临亲的部众也赶来增援 离行馆只有十里路程 报 丙仲堂 京中传来消息 龚齐王予以齐王爷率预临近 围困行馆 我就是想让鬼子六知道 什么叫以卵击石 传我的命令 千方百计阻挠于林军前进 大人 大人 前放五里便是苏忠堂的营地 前进 王爷 启离王爷 胡广总督已被被执逼得绕道而行 报 启离大人 这是六王爷给您的信 是 有 怎么 有 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王爷 启禀王爷 三个邻亲的铁骑已经到了速顺的行馆 而弧光总督关门的精兵行动缓慢 他们要绕树林与速顺会合 七弟 此次行动关乎设计 务必在速之援兵到达之前 将其擒货 以擒速而退其援兵 切记 切记 不知六个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把这秦达速顺 关乎设计的大事交给我 不能不让人生死啊 王爷 此次六爷与速六对峙 惊中一片消极 想在速六也不是泛泛之辈 若是六爷真与他开战 此役定是一场恶战 王爷 您可要当心啊 学琴 这前面 可是密云行馆 前方正是密云行馆 就是速六所在 王爷 您这是 王爷 难道您是要 学琴 事不相瞒 我此次受命要亲手 着纳速六 哎呀 王爷 您何不早说呀 学琴愚钝 差点误了王爷的性命 你什么意思 王爷有所不知 速六设方严密 行馆戒备森严 再加上又有僧王爷的铁骑护身 可谓是密不透风 王爷您此次前去 哎 可六哥是我的亲兄弟 我不能违背 我六哥的命令 王爷 皇室无兄弟 难道您没听说过吗 让我想想 想想 让我想想 王爷 逼之道有一个两权之策 说 王爷可率部中就地扎营 以关动态 这样既不违背六爷的命令 又可免去冒失之险 王爷 您意下如何 可行 可行 传令下去 人马驻扎于此 一关其变 报告大人 请中密探来报 秦王爷已驻扎寻管正南 请中塔大人下令 身份恐败 宗廷明训 学秦到底要干什么 恢复学秦 按兵不动继续拖延 等胡广大军一到 何机其王爷 学秦 我们已经等待多时 素六老贼毫无动静 我们该怎么办 王爷 请耐心等候 只要时机成熟 学秦一定会协助王爷 将肃顺生擒 僧王爷 稍等 等官文的援军一到 咱们立即出击 肃顺正盘算 自己与僧格林庆修器一共 共谋大业 僧格林庆擒拿七王爷 是十拿九稳的 肃顺为稳重计 等官文大军一到 就下七王爷为人质 直到京城 对我强攻 哎呀 你还犹豫什么呀 眼下是我中敌果 带兵的又是纯秦王 就他那区区域林军 能抵得过蒙古铁机 报 中堂大人 总督大人带人马到了 好 动手 王爷 我们以为苏顺的援军 重重包围 好 七王爷 鬼子六叫你来抓我 你却陷入我的包围之中 老夫就在你面前 你放马过来 薛琴呢 薛琴 素帅 没想到吧 你呀 你吃亏就吃贼 总自以为是 以为别人都是傻瓜 临了啊 自己才是傻瓜 怎么理解 你 哎呦 你不用抬举我 我没这心眼 这都是 公秦王 料事如神 嘿嘿嘿 王爷 秦贼相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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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拿下 胡光总督关闻 增援来迟 救救我 苏春独断专权 侯刺太后 同谋造反大力不道 公秦王 肃清朝政 铲除剑恶 是为政党 你都看见了 如今肃顺已被擒 你又何必住这伪灭啊 不要听他一派胡言 闭上你的牛嘴 撤 哎呀 肃顺哪 别再自以为是了啊 嘿嘿嘿嘿 你知道吗 六王爷早就知道 朱学行事那回 军机处不办公 他也往军机处跑 说明他在通风报信 在朱学行家里 发现了你的密信 知道为什么 一直等你走出刑馆 才抓你吗 那是为了避免兵戎相见 嘿 你始终斗不过六爷 带走 恭喜你啊 戏从何来 秦贼祥源 那可是大功一剑啊 哈哈哈哈 来人 赶快给六哥报喜去 这次 抓 嗯 嗯 嗯 报 宝王爷 速睡以备相拨 咸丰十一年 满清内部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不流血的政变 以宫亲王一心 两宫皇太后为首的势力 解除了宿舜等八大臣的职务 建立了朝廷新的体制 史称新游政变 政变扫清了洋务运动的障碍 为宫亲王迎来了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 一切都如王爷所料 宿贼及其党羽无依了我 是啊 王爷 我有点不明白 王爷怎么会知道曾国藩会按兵不动呢 他多年来身处前线 效忠朝廷 最看重的就是社稷大义 断不会将自己与宿舜的私义凌驾于朝廷之上 那王爷如何料到 三个邻亲会倒戈一击呢 先帝大行以后 他曾经给我来过一封密信 他呀 表面上是衣服宿舜 实际上心在朝廷 这回他甲义援助速顺 关键时刻反戈一击 可见人心所向 速老六 想不死都不成 敌强我弱 血战到底只有兵败一条 皇上是仁爱之君 爱民如子 咱们就不应该替皇上想想吗 六王爷这次承担国家重任 可以说是大清的大功臣 但愿六王爷能够早日扫平疑乱 皇上 你要干什么 奴才罪该万死 朕 看错了你 如果用同道堂和玉赏两为意 来代替皇上的圣誉 那就等于两宫凌驾于朝纲之上 宫亲王辛苦了 护送大型皇帝的子官回京 责任重大 宿忠堂辛苦了 二宫凌驾 从小亿快速 尽快 你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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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七弟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就没有可以说知心话的人了 柳哥 我刚才 我现在最幸福最自豪的事不是捉了速顺 而是看着你 我的好兄弟 能够好好地站在这儿 柳哥 做事不上心 做事不上心 说得多做得少 可这些 柳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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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开诚不公地 推心置腹地坐下来 好好聊几句 喝几杯 我们是亲兄弟 在你我身上流淌着的 都是爱心觉罗的血 六哥 在承德 四哥大行后 我们兄弟两个曾经把酒谈心 我记得当时我就说过 我们兄弟永远不离不弃 共争大事 对吧 对 我记得 虽然抓了苏顺 也整肃了炒钢 但是内忧外患 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解决的 所以你我肩上的担子 绝不能放下 还得永远挑下去 你能明白吗 我明白 我明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公亲王到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本王钦佩你是个人才 大清不始初的人才 元胜现在满朝的庸碌之辈 除了你公亲王以外 满朝的庸碌之辈 怎么能和我祖顺相提并论 你弄权之心 远胜治国之能 跋扈之为 远于成功本分 但我还是可以容忍你 我真的是不想杀你 大清的今日 有你不可摸灭的功劳 但说到底 你终究是个奴才 你谋杀太后 野心颠覆爱心 角落整权 我不得不杀你 大清 自乾隆爷以来 一个不如一个 道光爷如果有眼光 确实应该选你做皇上 昨日一切已如浮云 今日肃某头颅闻血 但求人间正义 可惜啊 生不逢时 老天不给我这个机会 也不给大清这个机会 天下之道 并非你一个人 能够承担得了的 信其才能够拯救大清 你我本可同路 只可惜 是你的利益寻寻寻毁了你自己 我死了 大清还有你呢 本来你我二人联手 大清必将重现盛世 只可惜 只可惜 近击你我 就要阴阳相隔了 是啊 阴阳相隔 所以呢 我这儿有一句话 想奉劝你 你固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可你 毕竟是那一个人的奴才 你不能够扭转乾坤 只好 来世再接君才 来世再见 一路走好 谢六爷 慢着 我这儿还有一言相劝 太祖 太祖的时候 叶赫酋长曾经发过誓 她的子孙 哪怕是只剩下一个女人 也要向大清报仇 一心哪 西边 会毁了大清啊 时辰到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肃顺身为朝廷重臣 专横跋扈 横比为奸 荼毒先帝 行赐太后 罪犯大逆 斩立决 亲死 臣 灵指谢恩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永恒的春天若有几分可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